嗨大家好,我是雨显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 铁穹顾名思义犹如美具穹顶之下的穹顶一般 像一个巨大的空中钢网一样 守护着以色列的领空 和中美俄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同 铁穹系统主要目的是防御进程廉价的火箭弹 最近的巴以冲突加剧 以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向加沙边境以色列境内投射了1600多枚火箭弹 铁穹防御系统升空拦截的画面非常震撼 各种拦截视频也是在网上疯传 于是各种铁穹吹也是直接把铁穹系统封神 直呼其为最牛的防空系统 要说铁穹系统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历史 由于火箭弹袭击是以色列目前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 特别是在与加沙地带相邻的南部 和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地区 早在2006年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曾经向以色列第三大城市 排法在内的以色列北部地区 发射了大约4000枚火箭弹 绝大多数为短程的卡丘士尔火箭弹 迫使25万以色列人疏散至其他地区 大约有100万以色列人躲进帐篷或者防空设施 在以色列南部地区从2000年至2008年之间 哈马斯曾经从加沙地带总共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000枚火箭弹 和4000发的排击炮弹 大多数是用射程更远的122毫米发射器发射的卡三火箭弹 将近100万生活在以色列南部的以色列人 在其火力覆盖范围之内 无疑对以色列安全形成了威胁 早在2007年2月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佩雷斯选择铁穹防御系统 作为以色列国防军应对短程火箭弹袭击的最终方案 由此铁穹防御系统诞生 这个耗资2.1亿元的项目 是由以色列拉费尔国防系统公司和以色列国防军共同完成 铁穹防御系统自研发之日起 一直被以色列国防部门寄予极大厚望 但内部对其成本和有效性存在不同观点及争论 让以色列军方在2010年完成系统测试后迟迟没有部署 2011年以巴双方冲突升级 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 以军3月27日在南部城市贝尔歇巴附近 部署了第一套铁穹防御系统 据拉费尔公司介绍 铁穹系统可以全天候在各种气象条件下 都有效的同时对多个目标做出反应 实际上每套铁穹系统主要由一部识别来袭目标的火力控制雷达 和一个便携式导弹发射装置组成 这一系统机动性强 几个小时内可转移和重新组装 铁穹系统拥有一套有源相控制多任务雷达 能够探测跟踪和预测来袭迫击炮弹 及火箭弹的轨迹 计算火箭弹的下落点 以确定其对设定地域是否存在威胁 一旦确定存在威胁之后 将会发射拦截导弹 在火箭弹落地前将其引爆 通常情况下一个发射连的防御地域 可达150平方公里 对火箭弹丸的探测距离为100千米 对飞机和导弹的探测距离为350千米 铁穹的目标处理能力为每分钟200枚炮弹 对飞机和导弹的目标处理能力为每分钟1200个左右 实际上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并不太适合常规战争 它只适合对付巴勒斯坦的土制火箭 因为这种防空系统最大的问题 就是其功能和用途过于单一 根本不适合正规军进行常规作战使用 之前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曾经向韩国推销过 但韩国人考虑最终没有购买 再说一下哈马斯和珍珠党游击队使用的土制火箭 由于土火箭制造十分简单 且成本极为低廉 因此铁穹系统研发时对于成本要求非常高 研发时要求尽量压低制造成本 铁穹系统采用的是廉价弹体 并且拦截用的导弹十分小巧 长3米直径160毫米 发射重量仅为90公斤 其有效拦截距离为20公里 一枚拦截弹在2016年报价大约为5万美元 铁穹系统的问题也出现在这里 一是铁穹的拦截率比较低 由于研发时过于强调成本 且选择的电子设备较为低廉 从而导致拦截成功率并不十分可靠 以色列刚开始宣称 铁穹系统的拦截率能够达到91% 但接连几次铁穹系统保护依然存在漏网之余 甚至民众由于过于信任铁穹系统 在遭到火箭弹袭击时 仍然正常活动而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对此以色列曾不得不发表声明 铁穹系统并不能百分之百保障安全 并且告诫受到火箭弹袭击地区的民众 应该及时去防空设施避险 以色列媒体曾经透露 铁穹系统有效拦截率只有20%左右 因此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最终效果是 只能减少损失并不能百分之百进行拦截 二是铁穹的性能较低 往往只能对付低速火箭和炮弹 且对于多目标攻击能力差 铁穹系统最大拦截距离当时为20公里 假如是对于超音速袭击目标 进行拦截的距离会急剧压缩到5至8公里 同时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 对于火控雷达任务负担也较高 尤其是火力通道十分有限 一套铁穹系统最大只能同时处理8个目标 最主要的原因是铁穹系统针对的拦截目标 是哈马斯的图火箭 这种火箭技术差 速度慢 而且是通过钢条焊接程发射架的方式发射的 哈马斯往往是进行游击战 零星发射 发射一颗再换一个地方 很难防范 如果真的是大规模发射 早被以色列空军一锅端了 因此铁穹对于正规军作战 有时根本无能为力 只适合针对以色列国情的反游击作战 并不太适合于正规部队使用 综上所述 铁穹防空系统属于末端防御系统 拦截目标主要包括 火箭弹 迫击炮弹 大口径榴弹 固定翼 悬翼飞机 亚音速对地导弹等目标 据测算 以色列铁穹的塔米尔拦截弹的飞行速度 为三马赫左右 就是说它是高速度的全能型拦截武器 实际上铁穹系统进行的实战 仅仅是对付反以色列武装的 比如卡丘莎火箭弹和 滴滴的自制卡桑火箭弹 这类火箭弹性能差 飞行速度慢 弹道固定 经过铁穹防空系统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探测 和高速火控计算机的数据解读 十分容易被拦截 但铁穹系统并没有能力 防范其他来袭目标 铁穹的塔米尔拦截弹 70公里的射程 也一直受到怀疑 因为它本身是小型弹 几乎与响尾蛇空空导弹 C型差不多 说是70公里的射程 也只是最佳角度 和最佳拦截路线的射程 对于先进的来袭目标 往往不会让它舒适的去拦截 由于各国都对防空导弹的目标 拦截飞行线路和射程保密 因此70公里也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法 另外铁穹在恶劣电磁环境下的作战 也会受到考验 因为铁穹系统目前的作战环境中 仅仅是以色列单方面 未受到电磁干扰 因此铁穹系统拦截时非常从容 总之铁穹系统目前看来 它拦截低劣的火箭弹和迫击炮弹 这类来袭目标还是比较管用的 以后能否通过更复杂的武器考验 则有待观察 比如美国的爱国者导弹 在海安战争中 同样好像是大显身卫 但经过调查 它拦截飞毛腿成功率同样非常的低 有资料认为拦截率仅为15%左右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针对性很强 但目前还无法与全球战略性导弹防空系统相提并论 好了 那关于以色列铁穹系统的介绍就到这里 那美国呢 在数日反对后 今天也是首次呼吁以巴和谈 避免战争规模继续扩大化 最后不得不说 无论是怎样的战争 目的为何 孰是孰非 结果如何 最终受到伤害的永远是我们自己 最后谢谢一键三连 再见 拜拜